那个人一来的时候 他就直接说 我是佩佩的朋友 他就直接先说 他是老板的朋友 先装熟 其实我是后来多年后 我在朋友聚会 第一次看到他 但他在之前就先跟店员说 我们是同行是同事 他也是一人 对 对 他也是一人 对 然后店员就说 他那一天没有预约来 所以只好让他在那边等 然后 所以就说不好意思 我们前面有客人 也得要让预约的先 然后好不容易轮到他 他说他一穿穿了四十几件 三四十件 然后一直穿 都没有穿到满意的 然后后来他们就说 那这个多少钱 然后店员就报价给他 他可能就发现 怎么没有打折 他说我是你们老板的朋友 然后他就说 然后我们店员就说 那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请佩佩直接跟你说 因为我们没办法做主 他就说那不用了 然后就走掉了 我就是有开一个婚纱店 然后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奥客 然后像有一次 我在朋友的聚会 然后就有一个女生 跑来跟我说 你知道吗 其实我多年前去过你的店里面 我那是第一次遇到他 我说真的 那后来你有在我们店里 就是结婚吗 他就说没有 我跟你说 我要偷偷跟你们说 你们那个店员 我负贷都很差 我想说 我说你是几年来的 我推算一下 我说不对 我就会心里想 那一年的那个店员 是号称零负贫的 就是服务非常非常好 他任职的这三年 没有任何的客宿 我就想说 那我想了解一下 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你知道吗 我去到那边 他们就是让我等很久 然后又怎样怎样 所以后来我决定 我跟我老公就没有在那边结婚 然后我就回到家之后 我就赶快跟我们店员 就了解以前店员 想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想了解一下 他就跟我说 那个人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人一来的时候 他就直接说 我是佩佩的朋友 他就直接先说 他是老板的朋友 先装熟 但其实我是后来多年后 我在朋友聚会第一次看到他 但他在之前就先跟店员说 他我们是同行是同事 他也是义人 对他说他也是义人 是义人 对对对 然后店员就说 他那一天我没有预约来 所以只好让他在那边等 然后所以就说不好意思 我们前面有客人 也不要让预约的先 然后好不容易轮到他 说他一穿穿了四十几件 三四十件 然后一直穿 都没有穿到满意的 然后后来他们就说 那这个多少钱 然后店员就报价给他 他可能就发现 怎么没有打折 他说我是你们老板的朋友 然后他就说 然后我们店员就说 那不然这样好了 我请佩佩直接跟你说 因为我们没办法做主 他就说那不用了 然后就走掉了 然后我就发现 对就是有时候有朋友 跟就是店员说 我是老板的朋友 我们也会有点为难 对他就是凹打折 然后结果没有凹到 因为我们做这一行 不管是男生女生 你如果今天是一线的 男女主角或是 什么男女主持大咖 借一服买一服都OK 你是吧 反正就很好搞定 那么这个所谓的 二三四线的艺人 就会比较辛苦 你怎么可能去买得起 那种精品的服饰 为了上一集节目 那一套就几万几十万 不可能嘛 或者说你买了一件 上了七八级 也很奇怪 所以不得不 要想办法找一些服饰店 赞助 去找赞助 去租啦 要不然好歹买个二手的也好 不然只能这样子 要不然量很大 有一个女艺人就比较 谁 谁 会不会跟我那个是同一个 你的朋友 有可能喔 是吗 有吗 没有啦 我不想 我不知道你说谁 我们就不方便说谁 不过从我的言行当中 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好 她呢就是有点比较出线条 因为人家衣服借给她 她有的时候就会领子 会有留这个妆 所以人家那个服饰店的老板就跟她讲 你就不要化妆化到脖子上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我的衣服没有办法卖人家 对 而且我这样租给你的话 没有错 因为弄到妆了 一定要拿来干洗 可是干洗有个问题 衣服会一定会掉色 还有衣服一定 进过水以后起来就不一样 我要卖给人家很难说 人家一看说你这个是不是有洗过 要不然什么颜色还是什么 都会有点淡啊还是什么 所以呢 这个事情就告诉这个女艺人很多次 女艺人呢要不就是没注意到 要不然就是身上喷着香水 你的衣服拿回去就有香水味 怎么卖 就不可能嘛 弄久了几次以后 老板就干脆封杀她 我不租了 这样审视嘛 对不对我就不租给你了 万万没想到啦 这个女艺人出去就会跟艺人 就会去讲那家店不要租 那家店很糟糕 她会拿那种二手的衣服 租给我们 对 她就把人家骂她的事情 她倒过来说人家不好 好了那这就有问题来了 因为一些艺人是会去在那边租 租了以后偶尔难免 不小心会讲说 你这衣服是不是洗过了 因为我可能要买 觉得你这衣服还不错 我可能不要租 可是我看的话 就想要说 你这样子是不是也怎么样 所以变成老板很为难 老板说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这衣服都是新的 你们怎么会讲这种话 而且之前这些人都没这些事 该租的租该买就买 所以没这个问题 开始有这些闲言闲语的以后 老板就问 才知道说是那个女的艺人 就因为租不到了嘛 没地方租 就干脆把这家店也给毁了 所以就对 所以就造成这个老板心里很受伤 就是说 我赚你们这些艺人 根本就没在赚钱 是帮你们忙 给你们个帮店 那你的行为自己不检讨 不检讨 你反而是把你的问题 讲到我们这家公司来 所以就造成大家很多的误会了 所以后来那个老板最后 所有艺人都不见